河南郑州街头骑警 一辆辆汽车怎么都踩起了高桥 其实这些都是车主的心酸 因为从21号晚间到23号 当地又响起暴雨警报 电高一点就怕爱车泡水 网路上甚至还有人分享教学影片 原来就是这样前进后退 一步步把爱车架高 但结果雨还没来 防灾过程已经先传出死亡意外 真的是被上个月那场暴雨吓怕了 郑州当地社区各出奇招 甚至有人找来挖土机 保护自己的地下停车场 小区现在是在门口用泥巴 雷起了很高的挡水的地方 临死地方 虽然说现在停车库里是一辆车都没有 市区内每条高架桥的慢车道 也几乎都被停满 截至20号中午 郑州市区没有再传出灾情 但是当地民众还是提高警觉 就怕恐怖的噩梦重演 TV新闻综合报导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news频道 要开启小铃铛哦 还有还有下载TVBS新闻手机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